大家好,我是五仔 唉,這一節厲害了 講一下河馬直播的方向 你看見他搞笑了很多仇恨 仇恨只是對著自己的老公 那就好,起碼先不要傷人 但做他老公實是可憐 請大家給我按讚支持我們的廣播 我們今天講戰人 哈哈哈 好,讚,你看看字上面 字面上面一個貝 古時貝殼是錢幣 貨幣 為了錢,經常動肝哥 動手動腳,吵冤巴幣 讚 這就是河馬 告訴我們 好像成語動畫狼那樣 展現出來一些東西 看到他去了國安總部之後 說話 似乎就收斂很多 起碼不是拉仇恨 是說黑粉而已 不敢說那些什麼國家 什麼什麼什麼 都沒有提 連小三都沒有提 只用可伯來玩 把方向放在虐待可伯 精神虐待 其實不罵我他不行 所以有些人說 五仔,這些節目是不是會有粗口聽的 我很想聽 盡量 你行不行 我打個比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在說什麼 我們這陣子看過很多娛樂新聞 譬如沙拉 他不是有個老公 他老公也有些老子 你應該尊重愛惜 你想想 不要說別人 不要說沙拉 沙拉也是美女 任何一個 我走去找個老人 比較年紀大的 男人 然後呢 講完那些話 說我外面要找另一個男人 嫁去哪裏 第二船 你要去老人院 安頓好你 我就嫁過去 這樣 真是厲害了 我不明白這個世界 是否真的有人會要他 怎會要他 不過他既然是這樣說 你不是這樣聽 聽聽你的心有多賤格 你這些行為 我打個比喻 讓你好想一點 其實任何一個正常夫妻 聽到都不開心 男人的丈夫 打個比喻 在娛樂圈 我不知為何只想到 Yoyo和王浩信 如果Yoyo和王浩信 在直播中開直播 女兒不斷說 我以後就嫁去別人 你也不行 你 找老人院安頓你 然後我就離開 對 你沒有能力 你就要回應 你又在製造問題 你想想 其實隨便一對夫妻 娛樂圈夫妻 發哥發嫂也好 如果真的說同樣的事情 他不是人賤 我們經常說 死肥婆 我們不是想笑他 是他那件事很混亂 他做出來是沒有人性的 你剛才我所說的 你覺得是crazy 有什麼可能 明星當然有形象 他是爛爛臉 為了引人注意 他講這些 是狗姊媽的一個極點 沒有人會接受到這個肥婆 除了可白 真是一個賤 一個淫 真是淫賤 哈哈哈哈 怎會這樣也有 這個組合 你還要說 我老婆 不要勾我老婆 誰勾你老婆 你老婆勾老 那些男人就是這樣 我勾勾 真的 怎樣呢 人家搶你老婆 你經常覺得人家搶你老婆 人家的形象也沒有 他樣子也沒有 他在那裡說 誰會這樣弄我老婆 誰會這樣弄我老婆 人家搶你老婆 人家搶你老婆 誰會弄你老婆 阿希希今天 說一件事 形容是非常絕核 我經常說 不如你也出來說一份 他現在去了廁所 沒有辦法 我只能夠 引述他的演講 他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可白 為何要抱著肥婆 為何我們會覺得一個肥婆是困 你有沒有發覺 是人家大聲跟他說 他才有反應 其實沒什麼反應 他聽不到 他變聾了 撞聾了 他聽不到人說話 那肥婆大聲 沒禮貌對他 他剛剛好聽到有人跟他說話 其餘那些他聽不到 他看到那些字會很生氣 是啊 你大聲罵他 他會生氣 他知道他知道你在罵他 但是那肥婆 這樣狠狠地對他的時候 他剛剛好 加上有老花 可能他煙羞還肥 他看出來根本就是一個極品 阿伯又怕冷 肥婆又暖又熱 大汗底 抱著說暖 他在那段關係裡充滿安全感 真的恐怖 別搞我老婆 我真的覺得 不會有 他經常說美國有這個人 我覺得是假的 不過 你隨便說一件事是假的 還是阿伯當是真的 你只是想氣死他 你只是想氣死他 只有我離婚 離婚 你又沒有好處 激發了 他自己 起碼阿伯不在那裡搞事 他這個人真的很賤格 又要拿可伯做擋箭牌 他又要在那裡 看看哪一句 激死你 口口聲聲說 你沒有欺負老人家 欺負老人家 欺負老人家 就是你這個混蛋 跟你說 他最關心的是什麼 他什麼都沒有 他五個子女 他說 我沒有了 反面了 我不會回去 他自己玩破釜沉舟 他自己什麼都沒有 是他自己搞到自己什麼都沒有 他只剩下你一個 他真的當你是寶 你當他是瘋子 你當他是瘋子 你這些婚姻 誰看到 都覺得是討厭 整件事 我們就當是小丑 看 阿伯說話 其實 你說他狠狠 他也是 將來做生意好 就算了 他是生網上 他也是瘋心一片 不是你當他瘋狠狠 我們都覺得他是瘋子 但問題 你不要這麼可憐 肥婆 所以 我這麼多天 看到那些 你們形容的黑粉 我們認為是一些 看不過眼的市民 說得最好就是那個阿姐 我上次贊了一次 我要再贊一次 他說 你不要這麼可憐 阿伯幾十歲 你不要這麼可憐 阿伯幾十歲 你一天做兩場直播 拿阿伯出來變詩 拿他出來玩 好像瘋狗那樣瘋狗 你明知道他不喜歡聽那些說話 你多說些 美國有一個人 將來怎樣 你沒有能力 就認認了 好笑 有一句說話 他說 他說 其實我都不是一個貪心的人 我只是想拿錢做生意 你都給不到我 那些說 阿伯真是吃光 即是覺得自己 對了 我不行了 做不到 等等 我真的找不回那段 這樣的語音 如果找得回 我真的逐句拿出來變詩 為甚麼呢 很簡單 他說 他說 我都不是一個貪心的人 他說 我只是想拿錢做生意 我不是靠你的錢 他說 拿錢做生意 那些錢是阿伯拿出來的 對了 然後就說 你這樣也沒有能力 你也沒有能力 為甚麼拿錢出來 一定是要 用你的肉體去換回來的 所以你的價值觀 真的 是很厲害的 整件事 然後就說 我不是一個貪心的人 你是做了 你又不肯認 然後就說 別人沒有用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做不到 你照顧不到 你也做不到 你做到 你自己在做生意 我們做生意 就像砍石仔 一元一元 回來拿去做 你不是的 走去街市 夾過阿伯 很簡單 我要拿錢做生意 那你用甚麼 你覺得那個洞可以拿來甚麼 你就打開洞去做生意 但是你知道 你清楚 你是會窮 因為沒有人會幫襯你 連美國的皇叔 都是騙人假的 虛擬 虛擬情人 一味就是懂得吹水 偷偷拐騙你 真是懵吞我阿伯 你又要拿去做擋箭牌 擋箭牌 你都疼著擋箭牌 他不是 擋擋擋擋擋 擋完之後自己在後面又刺 阿伯很快就玩完了 做人 完全沒有良心 可以說是 沒有良心 如果有些人 真心對我 但我不喜歡他 我不會拿他擋擋 我會擋他走 放生他 你那些人是 沒有性 做一些陰質的事情 在國安部 叫你不要說三說四 肯定是被人警告 混蛋在那裡吹水 又說甚麼 挺厲害的 三輛車 接我們去 我坐中間那一輛 說得很威風 很威風嗎 你現在是罕匪 邀請你回去 還是你自己報 老實說 有些人說 你們沒有看過直播 他是這樣說 那件事是這樣 你相信嗎 他當然是說一個自己有利的版本 說出來 有些被人罵 被人警告 當然是不提 難道他在直播上說 他們說我們 抓中港傻行 又說你們黑粉系 反中亂港 叫我們以後不要說這些 難道這樣 沒有可能 他去酒樓吃東西 不是吃了誠實豆沙包 他只是吃了一顆他難吃的燒賣 他也不承認 其實他人謊言 根本沒有句真 有些人還相信 他說你播得太遲 國安對他很好 這樣 是呀 吃飯 有些人 你相信他說話 他還有甚麼誠信可言 昨天罵完 一顆燒賣 很差 第二天被人問 何太 有些人問問你 你是不是比我們走樓 沒有 黑粉狗 這些都是騙子 欺騙人 已經習慣了 好像小孩子打破花瓶 老母親問他 是不是你做的 先哭了 我才是阿菇 CCTV拍到的 老母親 騙子 大力一點 說謊 拍著你 是不是 沒有 現在不會 我們那一年代 會 以前沒有CCTV 所以人心是很恐怖的 你擺一個這樣的人在身邊 阿伯 你真是眼有蒙 耳有龍 真的 心還要盲 我是他 當然不會讓他進入我的心肺 我不會進入他的隙間 進入他的隙間 絕對不會 我們 知道什麼叫做美人 這些叫做嫌妻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這麼壞的女人 在這個世界上 這麼壞的女人在網上 這樣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 有些人說 這個女的明星很臭 這個明星很壞 他都沒有這麼自然 沒有的 是嗎 我們經常說笑 說有些人 嫁過阿伯 然後一聲韌瓜 他分為產 你晚上做 我們看不到 他在你面前做 他都沒有 是否韌死 我不知道 他說話 句句都傷人 其實阿伯真的很淒涼 所以我說那個粉絲 你出來 那些人出來 說你別這麼可憐 阿伯幾十歲 回到你的子女那裡 那個女人真是有慈悲心 那個女人真是有慈悲心 其餘那些出來渴 那些 我覺得這個態度不是 他也是 他也是壞 但是 我們不欺負弱智 他又很奇怪 男人你說沉船沉到這樣 很難沉到這樣 前世欠了他 你是欠他一些東西未還 我還想還給他 但是 兒女不會讓你這樣做 其實你可以吃免費餐 摺盤河 你吃免費餐的時候 其實你是便宜了 為何你總是要別人便宜了 就是因為誠勢 我想告訴大家 為何我還是對阿伯有少許憐憫之心 他的人 都是混蛋 但他為了女人 連自己的子女都不要 他很喜歡純情 他的純情另一面是沒有人性的 那是壞的 子女 他自己心想 你兒女又不會餓死 不會餓死 他會餓死 可能會 不過他父郎也是收了很多錢 他經常被人 句句話都有骨 有釘 不要緊 不介意 都要抱著 不要癡情 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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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有事情都是你給予意義 我們不會對一個醜惡的肥婆 動情 還經常提醒美國皇叔 我自己說 這些一定是假的 人家看到 由一個月前說過美國皇叔 到今時今日還說過美國皇叔 人家看了你一個月直播 說到你這麼愛你 不關注你的事嗎 你七街睡什麼 成成都還會叫你去美國 你當我們是暗咎 你明白嗎 他只能騙一個人 他只能激到一個人 我們就 關人家的事嗎 你喜歡戒美國就行 你喜歡戒月球就行 你最好在網絡失蹤 不要讓我看到你 天天在冤口冤面 你只要做這麼討人的角色 他自己心想 不是說是鬧師 教大家財富自由 那些 你擺明是想騙人錢 還要想騙人錢 要收身齊家自國平天下 身就收不到 賤辱還生 齊家 投家 搞散人來投家 自己的老公搞到這樣 還想自國平天下 這些是人渣 賤人中的人渣 我真的覺得這個女人 是很恐怖的 你這樣的肥太 你都敢這樣 如果她有一點正常一點 那些男人就會淒涼 因為這個世界很多 阿孟伯這些傻的男人 我們說一夜夫妻百二元 她不是 她真的百夜恩 因為這個世界很多人很純情 她的純情 但對子女冷血 她心目中覺得 子女又長大了 我養了她這麼久 什麼 在她的角度想 她覺得自己很適合 當然 在網絡上講這些話 絕對是錯的 在她的角度 我覺得她沒有肥婆這麼壞 但也是一個傻傻 又不懂跟別人吵架 別人罵你什麼 你又罵什麼 然後有些人說 我上次說 別人罵你 你不用 你冷靜點 她說你救伯伯 怎麼應對她 她不懂應對 難道在街上想擊死她 你想看到她死了 直播 我沒有這樣的心 我從來都覺得 你說這麼多次 我說你不要這樣 你遠離那肥婆 你想做網紅 你遠離那肥婆 你再開直播 數照她 你分兩個直播 她不是 肥婆要流量 阿伯 阿伯 阿伯就真的要她的人 那時候糟糕了 依賴性極強 不知道有什麼好 阿希說唐朝 我喜歡楊貴妃都是這樣的 你未試過 你肚子分三折折折折也可以夾棍 他張開眼睛,聽到我的反應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我老很多這些事情,網友聽到很開心 除了咖啡痕之外 阿伯一晚五次,每次都有新感受 哈哈哈哈 你這早上要說幾句嗎? 給咪咪,希希說幾句,這麼開心 咪咪在哪? 是呀,讓他加入,加入我們的戰團 是呀,說吧 有些什麼,說吧 對著這對這樣的夫妻 今天有很多話說 你說他,阿伯,對的啦,是這些 是這些質素才適合他 是啊 他又龍,又猛 又龍又猛,又怕冬 又怕冬 這個是一個完美阿伯的完美情人 不是李嘉欣那種款 或者是現在最漂亮的女人那種款 就是這一種款就是 就好像玩車一樣 有人喜歡大部,有人喜歡小部 他喜歡拖頭 他目標明確 啊,怎樣? 他告訴你你要什麼 他要什麼? 他要錢 他曾經以為自己能給的 哦 他覺得拿捏到這個女人 你要的東西我有 其實就沒有的 就是他失敗 就是覺得自己失敗 他以為自己有 原來發覺自己沒有 是啊 他本身也真的有過的 有過 掛名是有的 但是 那些子女看到這樣 我沒有理由給你的 傻的嘛 是不是? 有什麼可能呢? 給了他 真的給了他 下場就是老人院 是啊 你也廢的啦 你安慰得一滴滴 是不是? 我好像 有虧鬼喝眼 什麼都說出來 很棒 是啊 其實 這個Platan 就算給了錢 他也是這樣的態度而已 你也沒用的 你的錢現在都給我在公司那裡了 沒有的 你不是自己的錢 不會珍惜的 你給100也好 200也好 他都不覺得的 他沒有苦過 他沒有的 他不是在這裡假裝做老闆 我現在是老闆 是不是? 想拿著孫嗎? 就是這樣 有很多人打很多工作去創業的 是啊 他也夾很多男人 才夾到這個昂貝的回來的 嘩 都是事業的啊 是呀 現在到 他說四十幾歲 神經病的 那些什麼ViuTV那些 選四十路那些 經常抽到他們 抽到他們 這個大河太幾年 大家都是女人 你這些說給阿可伯聽 可伯都沒用的 都是必了一件 是呀 可伯是覺得最棒的 即是 可伯是覺得河太是最棒的 真的很恐怖的 這個世界 有類的 看不清 看不清 自大美眼 你想到的 就算你給了錢他 他都是這種態度對阿伯的 你現在都幾好 生活 你在老人院坐下 有人陪你的 我們過月賺了錢 都給你在那裡 是呀 有人服侍你 皇帝 又說了那些話 在那裡 在那裡 又想見老婆 我一旦浪漫的 好像你今天有空 你退休 就在那裡想簽伏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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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這樣說 阿伯的下場是極慘的 就算你有450萬給他 他也不會照顧你 你結婚多久 你可伯 你自己也結過婚 你以前的老婆怎麼對你 肯定不是 他也很壞 死了也要唱人 是啊 所以兩個都好像鬼想 這麼准 找到自己的報應 是啊 可伯有時候是故意的 故意的 故意的嗎 自從他說了那個 虛構的美國 未婚夫之後 肯定是虛構的 然後又突然爆發我們 是呀是呀 你怎麼知道 是啊 你以為他傻 你以為他猛 他潛意識想報復 是啊 是呀 因為這些 受不了的 嘴巴就說 嫌妻 是不是 弄你一鍋 這是 不用他想的 他嘴巴說沒用 他身體很誠實 他身體很誠實 他裡面那個自己 看到的嘛 是呀 一定會跟你結帳的 他用什麼 嘴巴認不認 你不用不認 我們看到你所有的 內心的世界 就是想弄肥婆一鍋金 他現在這樣密著說 密著說 這兩個直播都是這樣 哪有這麼賤的 這樣對她老公 他呀 可白遲早又搞她一鍋 是呀 每次都是這樣 報復 是呀 你看著來 我剛才說 例如一些明星 或者一些網紅的情侶 你嘗試在別人面前 你這樣說 你別人有扣子 你根本不會說得出口 不會 真的不會 他也不是愛 愛一個人會這樣 他這樣擺明是 搏離婚搏分手 那些就會這樣說 是呀 很不強的 就這樣說 是呀 還要在大眾這樣說 你說兩個人隨便說 你根本上放在大眾裡說 還要說到習慣性自然 完全是 都不給面子 又不給面子 又不理人的感受 那傢伙還不走 是呀 很刺激的 真是鬥賤 嘩 阿伯不會 用這招不會走 肥婆覺得 能拚到流量 就和你玩一下 你進來犯賤 好 你在這裡做流量機器 他也是被肥婆利用的 一塊垃圾 真的很可憐 阿伯其實以前也會和兒子去旅行 還要吃飯 你現在這些叫家庭溫暖嗎 都很頻朴 天天 是呀 又紅磡 又回大陸 是呀 很年輕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 覺得很悶 香港前幾天吵風 阿伯還在這段時間 已經老了很多 其實很可憐 別人說 看一個人最後兩年 你們現在看到的 不是一定在醫院什麼時候 這些事情已經是 令到 我是覺得 幾淒涼 如果我老了是這樣 我真的 我不會 我不會 你理想的老年生活是搞什麼 打遊戲 玩玩玩玩 是啊 穩定有個地方嗎 有個地方 不用 能不能搬到酒店嗎 當然 我不會 我自己 你想一下 是不是 我有沒有可能 就是 我接下來全世界都有屋 好像肥婆一樣 勾吹 叫人財富自由 我實踐給大家看 一定會遲早 但是他那些就是 吹水不抹嘴 還教人賺錢 心根本是 又沒有能力 又要在這裡 想這樣騙人錢 騙完阿伯的錢 大家都看到 完全是 很厚臉皮的 所以除了是 物理上厚臉皮 內心也很厚臉皮 是 你看到內地的同胞 或者是香港的人 看到他們 看到他們是憎恨的 是 我覺得跟他們說話 不用這麼客氣 何太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你 那些酒樓都是 都是的 服務業 沒有理由對著他們說髒話 我相信他們都很想 想說還想 但是始終都是 理智追星 理智追星 追著他們 差不多 這些黑人討厭的人 繼續在網絡上生存 簡直是污染我們 浪費我們的數據 希望可伯 真的報仇雪恨成功 我們今天 很感謝這位客席嘉賓 希希 開金口 不要亂玩戒刀 小心點 好嗎 我們下次再談 拜拜